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是夏至6月21日 今天上傳這個夏至15天中 進補適合飲用的湯水 我分為幾個部分 如果你看POWERPOINT有四個 第一個是普通常識 第二個是頭三天應該如何服用 然後第三個POWERPOINT 就是在中間的九天裡的進步湯水 最後第四個POWERPOINT 也是一部分九天裡的湯水之外 加上最後三天 我分為ABC3的部分 所有這些視頻網址都會在現時簡介下面 你按進去就會逐個逐個看到 你想選哪個湯水 你按進去就更加清晰了解 先跟大家說說這麼多個視頻的第一個 就是一個播放清單 叫做四季養生 那裡有四季春夏秋冬適合的保健湯水 以及如何調理身體的養生原則 第二個就是夏至進補 全年受用解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第三就是什麼時候進補最實位呢 就是為你推薦 因為除了夏節我們還有冬至的 第四個是已經上傳適合全個夏天用的湯水 裡面有幾個 你按進去這個裡面 就會找到其他包含的幾個 因為太多 我不在這裡再逐個逐個分析了 到第五就是一個 這個頭三天飲用的湯水的第一部分 就是用A part來代替的 就是第二個的PowerPoint 這裡寫著是以上傳適合夏至 頭三天飲用 因為我們夏至進補有15天 頭三天就是清淡一點 接著那九天就是大補 然後最後那三天是比較清一點的 現在我用A B C 3的部分來代表這三個時段 第一個5A就是上傳了頭三天適合的湯水 裡面有四個 我在這裡也列出來了 第一個就是強身健體的八寶茶 用紅棗、葡萄籽乾、杞子、原肉、山楂、胎穀、西洋芯 和小許冰糖焗來喝的 第二個就是民間的偏方 因為一位網友問及 這個是自腎虛、風濕、腰痛的偏方 用骨碎補和小茴香來硬碎 擠在豬腰上用繩紮來燉伏 一劑就可以止痛、兩劑就復軟了 第三個就是五指毛桃烏雞湯 有健脾、平喘、化濕的功效 就是用五指毛桃烏雞加紅棗就煲好了 第四個就是太子森、蓮子百合、益肺湯 這個也是用太子森、毛花果、藍不幸朱展、乾的百合 和去了森的白蓮子、蜜棗、果皮來煲成的 這些全部是A部分 就是頭三天飲用 然後到B部分 這個就是第六個 是強腰、臟臣、道重巴基、金九隻湯 如果你有這個需要 這個湯真的很有效 就是要道重巴基、金九隻、牛七、牛大力、淮山、幾指、陳皮、原肉、蜜棗、豬脊骨、乾的裸頭 和瘦肉煲成 接著就是一個以上傳適合夏至第四至十二天飲用的湯水 裡面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六斤、壯斤骨湯 這個是吳卓奇醫師誠意介紹 用六斤、花生、紅棗、雞腳、陳皮煲成的 另外那個是補腎、強腰、減夜尿湯 這個我誠意推薦給大家 因為有很多網友喝了也有很好的回應 同時我自己用也對於減夜尿方面有幫助 但是我不用這個藥材 所以強腰骨方面的效果並沒有在這裡顯示 這個材料就是用懷山、蓮子、磁石、合桃、牛大力、懷牛七、肝瑤柱、豬尾骨、紅棗、新鮮的栗子肉 這個值得大家飲用 接著第八個就是檔心裸頭折瓜燒肉湯 這個用折瓜、乾裸頭、檔心、紅蓮子、蜜棗煲成的 第九個就是大寶神器的高麗心湯 就是這九天裡面的大寶湯 不過不會吵 但是如果你從未試過用高麗心的 一開始的時候就用8克 如果你平時有飲用開的 你可以用10至12克 就是用檔心、福神、雲靈、天生術、金草 以及高麗心 第十個是這九天飲用的 就是淮山石、合燉花膠湯 就是用淮山石、合藍棗、瘦肉 浸了的花膠 來燉成一個湯水 接著這兩個就是C部分 就是最後三天飲用 就是分數加二的清補糧湯 開始慢慢談一點 就用這個清補糧 是淮山、蓮子、磁石、二米、白核、沙心、肉粥、紀子、原肉 以及豬腱煲成 如果素食朋友不愛這個豬腱就可以了 最後那個就是更加要滋潤些的 是雪耳、蓮子、白核羹 就是用雪耳、白蓮子、白核、紅棗 和少許冰糖去煲成一個糖水 滋潤你的身體 很清淡的 這裡有十幾個視頻 如果你在這個下節想進補 你這個今天上傳的視頻 你最好是保留它 你每到下節再看 就不會錯過了這個時間和資料了 多謝你們收聽 多謝你們